这是我们最后会推导出的架构图 那我们现在一步步开始 我们来看到AWS ECS EC2MOD的介绍 首先在AWS ECS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cluster 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将cluster 当作一个cluster manager 它会负责统整所有在ECS上面的资源运用 而在cluster manager之外 我们有所谓的container instance container instance是实际把事情给做掉的人 那什么叫做container instance container instance其实就是 一台Linux主机上有安装的Docker Engine 也安装了所谓的ECS Container Agent 安装了这两个东西的Linux主机 就被称作为container instance 而container instance 会透过ECS Container Agent 去跟cluster manager沟通 所以在container instance里面的ECS Container Agent 就会把这一台EC2 给注册到cluster manager里面 也就是注册到某一个cluster里面 当这个连结建立起来之后 cluster manager就可以运用这两台container instance的资源 这边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实际上的流程的确只有 从下而上的注册 但在AWS ECS上面 它的界面上有提供给我们一些好用的工具 我们可以透过它的ECS界面 来触发container instance的建造以及注册 这边还是想调一下 这是一个Optional Tool 是不一定要使用的 只是方便我们把这个路线给建立起来 那我们接着 看到cluster manager实际在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概念叫做service 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将service 看成一个执行企划 我们把一个叫做service的执行企划 交给cluster manager cluster manager会尽他的所能 去执行这个实行企划 那什么东西在service里面 首先我们会有个Task number 这指的是我们要一次起几个Task 以进行规模化的容器部署 那什么是Task 下面可以看到这有Task definition 就来定义什么是Task 首先在ECS的架构下 Task definition 它会管理 之后我们所起的container 要用多少的memory支援 或是CPU支援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 Task definition下的container definition container definition 基本上就是去指派 我们要用哪一个dark image 并且在这个dark image里面会去指派 我们的启动指令要是哪一个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一个service 里面所含的内容 再次想调service就像一个执行企划 cluster manager会根据这个执行企划 去进他的所能把它100%执行 并维持住 而一个cluster manager 是可以同时去执行多种service 也就是同时去执行多种不同的执行企划 而当一个cluster manager去执行一个service之后 他会根据这个执行企划 去产生一个目标状态 而这次的目标状态的具体内容 就是去根据这个text number 以及Task definition 去起 比如说 3个Task 010203 这是这一次的执行企划的目标 Cluster manager要去把它执行出来 而这边的Task概念 比较像是一个slot的概念 我们需要去找到真的工作者 去把这些Task拿下去执行 去填满这些slot 在目前的状态 这些Task还没有人去认领 去执行他们 而同样的其他service也有各自的目标状态 要去达成并维持 所以cluster manager现在的动作是 他要把这个Task01 交派给 某一个container instance 而当这个container instance 收到这个交派任务之后 他会去骑骑一个container01 去把这个Task01拿下来执行 如果也成功的执行之后 这个container instance 就会回报给cluster manager说 我已经把这个Task01完成执行了 Cluster manager就会把这个Task01的状态 改成执行中 也就是成功的执行 同样的概念也会用在另外一个Task02 一样他会把它指派给某一个container instance container instance收到之后 就骑一个container 这边叫02 成功之后并回报 回报好之后cluster manager 就会把Task02的状态也改成OK 那条案的逻辑也可以套到另外一个Task03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目标状态 除了要达成之外 还要维持 假设现在这个container01 出了一点事情 而不见了 消失了 年代的他也会让这个Task01 状态变成不OK 当cluster manager 察觉到 等一下 这个Task01没有人在执行的 他会马上再去找某一个 container instance 再把这个Task01交付给某一个container instance container instance 会再一次 齐集一个新的container 这边我叫做container04 去执行这个Task01的工作 当Task01也成功在container04这边运行之后 container instance 就会回报给cluster manager说 这个Task01已经成功在我这边执行 那cluster manager 就会把这个状态改成 勾勾 OK 那再一次 Cluster manager又达成的 这个目标状态 并维持住了 那以上已经是我们对ECS EC2more 在容器上概念的介绍 再来 因为我们在AWS的环境中 我们必须去了解 RAW 这个全线管理的位置 首先 这边看到有许多种RAW 是在不同的 中央原件间在使用的 我们现在一一来看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Service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执行企划 它会有一个RAW 这里的RAW 赋予这个Service 可以跟其他 AWS Service 互动 比如说 ELB ELASTIC ROAD BALANCING 那我们也看到下面这个TASK DEFINITION TASK DEFINITION有一个RAW叫做 TASK EXECUTION RAW 而这个TASK EXECUTION RAW主要是让这一个TASK DEFINITION 可以去跟AWS的 CloudWatch以及ECService沟通 基本上 Service的RAW 跟TASK EXECUTION 橘色这个RAW 是我们不用特别担心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功能RAW 那这边 再来我们要看到 在TASK DEFINITION的设定上 它还有一个 叫做TASK RAW 而这边大家注意 这个TASK RAW 并不是给TASK DEFINITION用的 它只是TASK DEFINITION的一个设定值 而谁会去用这个紫色的TASK RAW呢 我们看到下面这边 当ClusterManager 交派了一个TASK给某个container instance的时候 其中的container 会被赋予 这个TASK RAW 所以我们再整理一次 我们在TASK DEFINITION上面会去指定 它要用什么TASK RAW 而这个紫色的RAW并不是被TASK DEFINITION直接使用 而是当我们提起一个新的container的时候 这个container根据它拿到什么TASK 去使用相对应的TASK RAW 而这个TASK RAW 就跟你的Application非常有关系 根据你的Application 要使用什么样的 AWS功能 我们要去根据需求 来指派这个客制化的RAW 最后我们看到这边container instance 也就是我们的EC2 EC2上面也会有一个RAW 我们也要指派 这个红色的RAW 是会被所有在这一台container instance上的所有containers使用的 看到这边下面这个EC2红色的RAW 它上面所允许的服务 也同时会允许container02 以及container03去使用 那以上 是我们在EC2 EC2上面 再加上 AWS RAW的说明 最后跟大家聊聊 EC2 EC2到底真正好用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到ClusterManager 对ClusterManager 而言 真正重要的 是这个service 是这个执行企划 而根据执行企划的内容 ClusterManager有一个目标 他要尽他的所能去维持这个目标状态 他要确保这些Task01 0203是有人去执行的 而至于谁去执行 老实说 ClusterManager不在乎 到底是这一台EC2去执行的 还是那一台EC2去执行的 而到底Task0203是不是放到同一台container instance ClusterManager其实不在乎 真的不在乎 他只在乎只要有人把它做掉就好了 所以ClusterManager帮我们做到了什么 他帮我们做到了两样事情 第一 他帮我们实现了容器规模化部署 以及 容器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放在这边 其实我们有个状况 假设我们现在的 Service 执行企划要一次起 1万个Task 我们Task01 0203 15到1万个 我们这边其实会有个疑惑 如果这么多的Task要用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下面的container instance hold得住吗 到这边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大大的疑惑 这边到底可不可以撑下去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去顾它 它其实是撑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边也就带到了为什么我们要用 云端平台上面的容器化补物 相较于AWS ECS 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选择叫做Dark Swap 在Dark Swap的框架下 的确 对于这些虚拟主机 甚至是实体主机 我们都要手动的去建立 并且把它手动的 注射到某一个Manager上面 但如果我们选择使用云端平台 在这边 AWS ECS 它就有提供我们相对应的服务 在这边的例子就是 Auto Scaling Group 简称ASG ASG可以让我们去自动化的 增减EC2支援 在这边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动化增减 Container Instance 所以到我们这边 启动了1万个Task的时候 如果我们设定好 ClusterManager会根据我们的Auto Scaling设定 去起出相对应的Container Instance的数量 去负荷这次的需求 而当你的Container Instance要对外 进行负载平衡时 我们就可以利用另外一个AWS服务 ELB Elastic Load Balancer 透过这个ELB 我们可以去负载平衡 外界来的请求 并且分上给 ASG里面的所有Container Instance 而这些Container Instance 也就会跟着ClusterManager的指挥 把这些流量 去分给里面的Container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在这一块ELB以及ASG的功用上 是让云端的容器平台脱颖出的一个重要部分 接着我们要来看到 ECS的另外一个Mode 这边是EC2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焦点 转到Farget Mode上面 什么是Farget Mode 我们把焦点移到下面这边 我们这边 看到我们的ELB以及ASG 以及这一堆Container Instance 尽管我们有了AWS其他的服务帮助 像ELB、ASG 但这整个过程 还是非常的复杂 AWS为了让这一块的设定更简化 它推了一个叫做Farget的Mode 什么是Farget Farget把我们这一块的概念 都包起来了 而我这边特别要讲的是 在Container Instance后面这边 已经不会是我们在管 Farget会把它全部管掉 也就是说EC2里面长什么样子 我们已经不管了 Farget去帮我们管 同样的我们看到这边 Container Instance里面的RA 也已经不是我们管的 所以 我们已经没办法去指定 里面的EC2要用什么RA 同样的 Container Instance也不给我们管了 Farget会把我们管掉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决定 我们要用什么Container Instance 在这样的概念下 身为一个EC2的开发操作者 我们的角色越来越像这个ClusterManager 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在意的 真的就是这个Service 执行计划 以及我们的目标状态 到底达到了没 或是维持了没 对于下面的工作者 是谁去做的 我们越来越不在乎 因为有人帮我们解决了 也因此 在Farget的Mode的帮助下 我们让整个ECS的容器化概念 更加的精确了 当我们的ClusterManager要进行 规模化的容器部署时 比如说起1000个Task Farget会自动的帮我们把所需要的运算资源给找出来 更明确来讲 Farget会帮我们提供充足的资源 让我们去提起一个新的Container 把这些Task拿下来执行 以上是我们对FargetMode的概念介绍 本单元到这边结束 接下来